OK 那么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说的就是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时候 对吧 当你呢去敲了一个地址 比如说我 我敲index的时候 他给我写首页 现在我敲一个 我没有写的这个地址 我直接敲一个test 他是不是就给我报这个错误 对吧 那么你仔细看一下 他给你报的这个错误 他报的错误 他里面是不是出现了 你这个URL地址里面的page 看到没有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 首先他去匹配这一项 没有成功 然后呢 再匹配这一项 也没有成功 然后呢 最终没有成功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出现一个 找不到页面的情况 叫做404 对吧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种情况 在你的网站 你想想啊 在你的网站做完之后 当用户呢 输入一个你网站 不存在的地址的时候 你还能出现这种错误吗 不能对吧 那么这个页面呢 是我们调试的时候 他给你显的一个页面 他会直接把你网站里面的地址的配置的给你显示出来 那么下面他也给你有提上啊 你之所以看到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debug呢 等于 处啊 你之所以看到这个错误是因为在你的配置文件里面 debug设置为了处 你如果把它改成这个 false呢 相够会给你显示一个标准的404页面啊 那么 其实开发的时候 我们未来开发的方便 所以debug等于处代表是一个调试的模式 但是你要注意 一旦你的网站做完之后啊 我要发布了 那我一定需要把这个debug改成false啊 否则当用户一旦输入你网站不存在地址的时候 你网站的这个配置信息呢 直接就暴露给别人了啊 OK 那么这个怎么改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找到你的settings里面 网上有一项啊 在最上面 这里面就这一项 叫做debug等于处啊 代表是调试模式 我们开发的时候就用debug等于处 那么 假如说我们的网站实际开发完成之后 我就要把它 我要发布了 我就要把debug呢 给它改成一个 false啊 debug改成false 那你注意debug改成false之后呢 你看到这边啊 看到这边 把debug改成false之后 下边呢 给你报了一个错误啊 你必须呢 去设置这个 alode hose啊 如果你的debug是false的话 就是你一旦把debug改成false之后 下面这个alode alode hose啊 你也需要去设置啊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允许哪些地址 哪些IP地址 访问你的网站 你就在这边写 允许所有的话 我们就写一个新啊 alode hose啊 alode hose 我们允许所有 我们就写一个啊 新 写一个新 OK啊 那么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了 去启动这个 好 好 启动中呢 我们现在啊 我们再去访问一下这个地址 看一下啊 好 回上 你看到这个时候 他给你显示的是什么啊 他就直接给你显示一个页面 对吧 叫做 叫做not find 就是这个 UIL 你请求的这个UIL 斜杠test 他在这个服务器上面呢 找不到啊 这就是他所说的 你一旦 关闭调试模式之后 你如果访问一个页面 它不存在 它会给你 显示一个标准的404页面 那比如说啊 我不想用他这个页面 怎么做啊 那么 你就可以呢 在你的time place下面 自己呢 新建这样一个页面啊 比如说自己就新建一个叫做404 itml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写一个404 错误 页面啊 错误页面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给他写一个he 写一个页面 找不到 找不到啊 OK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你看一下啊 刷新 看到这个时候显示的是谁 是不是页面找不到 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定的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 我们自己使用它了吗 使用了吗 没有对吧 我们没有使用它啊 那谁使用的啊 是Jungle帮你去使用的它啊 Jungle呢 去使用的这个页面 就导致你的浏览器呢 会显示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Jungle使用它的时候 Jungle呢 会给你这个页面 传递过来一个模板变量啊 这个模板变量呢 叫做request啊 它叫做request的下方线 pass啊 就代表用户请求的这个路径是什么啊 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再去刷新一下 刷新 页面找不到 是不是这个路径 对吧 你比如你换一个 TESA 你再刷新 是不是 我们 直接回这 是不是变成它了 对吧 好 那你注意啊 如果你不想使用它默认的404 那你就自己在Template下面 新建一个404啊 那么这个页面呢 你也不需要自己去使用 是Jungle呢 去使用的时候 Jungle使用的时候呢 会给它去传过来一个模板变量 叫做request pass啊 就是你请求的这个地址啊 是什么 它就通过这个模板变量呢 给你传过来 你可以使用它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错误视图里面的404啊 就是找不到页面 你关闭调试模式之后啊 默认的会显示一个标准的错误页面 如果呢 你需要自己去定义页面啊 那么你需要在Template下面 直接定义一个叫做404的LTML文件啊 那么这是这个404啊 比较经典的一个错误 它呢 就代表这个页面 找不到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比较开发的时候 常见的一个错误啊 叫做500 500什么错误呢 它是这个服务器端的一个错误啊 那么什么服务器端错误 就是你的视图里面代码出 出错了啊 它就会出这个错误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现在呢 哎 我找到我的index 在这里面我加一句话啊 我直接写一个那么 等于 哎 直接加上一个 一 哎 我一个字不算加一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会出错 对吧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啊 直接 我们在这里面一刷新啊 我们看一下啊 哦 index啊 哎 直接敲这个index 好 回上 哎 看到这个错误 看到没有 Serval error 500 那么就是你的视图 里面出错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 Serval error 500的错误 那么这个 这个页面呢 也是啊 我们关闭调试模式之后 哎 它默认给我们显示的一个 500的错误页面 那么如果你还是不想使用它的这个页面啊 那你就自己在下面再建一个 500啊 你可以这样做啊 直接写一个500 哎 这个500错误页面啊 500 哎 错误页面 好 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写一个 H1 哎 写上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错误啊 哎 服务器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你在这里面一刷新 哎 它就使用到你自己定的这个页面 对吧 OK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说的啊 哎 两个比较经典的错误 一个呢是40404 一个是500 那么这两个错误呢 是你开发的时候啊 你经常会遇到的两个错误 那么一旦出现这两个错误之后啊 你怎么去调这个错误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 如果一旦出现了400的错误之后啊 那么有两个可能啊 第一种可能呢 是你这个地址你根本就没有配置 哎 这是第一种可能啊 有L地址你没有配置 它一定会出现这个404对吧 哎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你觉得你配置了啊 实际你仔细去看一下你这个地址配置 配置错了啊 那么之后你在做的时候 一旦出现这个404啊 你就按照这两方向去找 哎 要么是你没有配置 要么是你配置错误啊 哎 然后再往下啊 500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啊 试图出错啊 就你一旦看到500的时候 它就会试图 就是你的试图里面 这个出现问题的啊 试图里面的某一行哎 调用代码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这就是500 那么你要注意 一旦发现这两个错误的时候 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呢 去调你的错误啊 那在我们实际的啊 去开发的阶段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debug呢 给它改成这个true啊 因为我们给它改变成初之后 它会给我们提供很多错误的信息啊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刚刚呢 把它改回来 刚刚我们把它关闭之后 它是不是直接给你显示一个服务器错误 对吧 好 现在我把它改回来了啊 我把它改成调试模式 哎 我再去刷新这个页面 你去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 看到没有 它就直接会把这个错误给你报出来啊 在这个页面上 哎 首先这里边 那么告诉你这个错误的信息是什么 哎 不能把一个int转化成一个字不算对吧 这就是它给你报的错误信息啊 然后呢 你再往下 你看到这个位置啊 首先你出了错误之后 你就看这个位置 它给你报的错误的信息 然后呢 你再去看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 会告诉你你的代码 这个异常出错的时候 到底出现在哪个文件的 哪一行 哎 比如这里面就告诉你 它是出现在这个 Test3项目下的 BookTest里面的 Views里面的第七行 对吧 哎 第七行啊 这是它给你报的你错误出现的一个位置 但 然后呢 你再往下看啊 再往下看 这里面有一个Treeceback跟踪的一个 哎 这个代码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 它会直接定位到你的 哎 错误行啊 告诉你一看 哎 这一行出错了啊 那么你点开这一行呢 它就会 你这个行的上面下面的代码呢 就会给你有一个 显示啊 那么 之所以 我们开发的时候 你要打开调试模式之后 哎 就是方便你进行调试啊 一旦出错之后 哎 这边呢 会给你有一个先用的提示 那么你去调试的话啊 首先就是先看这里错误提示 然后再找 哪一个文件的哪一行出错了 哎 下面呢 在分析它这里面给你追踪的一个 哎 路径啊 就哪一行出错了 哎 你找到它 哎 你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相应的 哎 调试啊 相应的调试 OK啊 那么 哎 这个你把它注视完之后 哎 你再去打开这个页面 哎 它就没有问题啊 它就没有问题 OK啊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其实错误试图 注意啊 错误试图很简单 啊 很简单 关键是你要学会啊 你出了这俩错误之后 你要往哪个方向去调你的错误啊 404 那你就去看你URL的配置 500 哎 就根据它网页的提示啊 去找你试图里面哪一行代码 出错了啊 OK啊 这是错误试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